今天的人寿保险早已超越了传统的保障思维,并且研发出了满足大众多元化需求的趋势。 现在的人寿保险除了原有的保障基础,还可以做免税的退休规划、生前福利、教育基金、遗产规划、资产传承等等。 为了寻找新的金融投资理财工具,目前很多海外的家庭把眼光聚焦到了美国的人寿保险上,将美国的大额人寿保险作为美元资产配置的首选秘密武器。 对于广大投资人来说,为什么要选择美国人寿保险呢? 实际上有几个原因。 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杠杆跟亚洲的保险差很多。 那什么叫做杠杆?这个概念是什么? 杠杆实际上就是说你的保费换出来的保障的差别。 假如说我今天有一个1万块美金的一个保费,我把这1万块美金换了一个2万块的一个保障的话,那就是1比2的一个杠杆。 所以很多人如果今天是以保障为主的话,他们就觉得说,我花一样的价钱,我在亚洲可以买这样子的一个保障。 可是我在美国可以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保障,他们就会想要来美国买美国的人寿保险。 第二点,在美国买人寿保险实际上好处是,美国的人寿保险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区块。 有一种叫做定期的保险,英文叫做term life insurance。 那这样子的保险的好处是说,你有一个时间限制,你可以买10年、15年、20年、30年。 然后你再买,只要你在买的这段时间,然后你保费有持续在付的话,如果今天你发生了什么意外,你走的话, 那你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,可以给你的家人。 那美国的另外一种人寿保险是有现金价值的,而且这个是叫做终身型的保险。 那终身型保险好处是说,里面的钱就是当你付保费的时候,保险公司拿这个钱拿去做一个投资, 这样子你会有回报,然后你里面的现金价值会增值。 那现金价值增值的话,以后有什么好处呢? 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,你就可以把里面的现金拿出来,做你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。 那现在在美国最流行的一种保险,中线型的保险就是IUO,Index Universal Life Insurance。 那美国的IUO,也就是指数型的人数保险,有个特别的一个好处,一个功能,就是保底锁利。 那什么叫做保底锁利呢?就是说你的钱放去,当你在做投资的时候,你不会损。 那什么叫做不会损?像我们一般我们在买一只股票,如果今天股票,如果市场好的话往上升,市场不好往下跌。 那如果跌的话,你的钱如果是一万块,然后你跌了50%,你就变5000块。 可是如果你一样的保费,你放在一个指数型的保单,它有一个保底的功能的话,如果今天市场跌了50%的话,你还是保持你的原本的本金。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,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,在一般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的。 那它如果肩保底的话,那如果它肩往上升的话,它就等于是一个爬楼梯的方式。 只要是损的那一年,它是平的。 主要是往上升的那一年,它是往上爬。 所以就像一个爬楼梯的概念,慢慢的,长期性的,它能够把你的钱越滚越多,越滚越多。 那这样子的一个好处,等到你以后需要用钱的时候,你可以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拿钱出来,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。 那这个东西跟亚洲的方法的一个保险的一个制度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缘故,他们买美国,想要买美国的人寿保险。 如果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理财或是保险等问题,欢迎留言给我们。 您的意见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期的话题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。 欢迎按赞以及点击小铃铛关注范宇财经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